Hello,大家好,我是Tina,麦文华 在加拿大,温哥华有30年的地产投资经验的地产顾问 对,30年了 好,今天呢,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到加拿大买房需要注意的一点事情 开始以前,不要忘记扫一扫我的二维码,四聊 好了,开始了 来到加拿大,第一件事情不是看房子 第一件事情,需要去建银行,拿一个预批 什么叫预批呢? 预批就是说银行拿你的收入,评估一下 你每一个月的还款的能力 然后你就可以预算自己需要拿多少的首付出来了 那你说,Tina,我的收入不是全部在加拿大,怎么办? 没事,有一些银行他愿意看国外的收入的 知道哪一家就OK的了 在加拿大有五家大银行 然后还有很多几百家的有牌照的私人的那些贷款公司 你说Tina,那些私人的公司会不会不靠谱? 不会不靠谱,不用担忧,通通都有牌照 那利率怎么办?利率竞争非常的大 不会太贵的 最重要是你个人的条件 你个人条件好,利率就低 个人条件不够的时候,利率就高一点哦 好了,你拿到预批以后怎么样? 看房,看房,看房 对的,但是银行不是每一种房子 他都愿意去给你这个贷款的 你说怎么说呢? 有两种房子 有一些银行是不愿意批的 第一,少过50平米或是550平方尺的房子 他觉得太少,风险大 我不知道他什么风险 总是这样子 第二,就是一些公寓连那个酒店在一起的 他们也不太愿意 所以呢,很多不同的东西 你不太清楚 来到的时候找我有经验的 帮你处理一下 你就不用花浪费太多的时间了 记得啦 扫一扫我的二维码 跟我联系 试聊 下一次再见 Bye